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影片海珊中的女主就是这样一个可怜人 她被拐卖被作为生育的机器 她是一个哑巴 一个连说不得权利都没有的哑巴 她可能无数次地被那个外人看来是她男人的人强暴 她可能无数次想从这座大山里逃跑 却舍不下嗷嗷逮捕的孩子 她可能多次想亲身呼唤自己心爱的男人 可她却是一个哑巴 一个大家觉得她过得很好 因为她是一个不懂得吐露苦水的哑巴 朴实的生活方式颇具意境的太白山风光 那里生活的人总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 让我不禁开始期待那里的人们的生活状态 如同那盘旋的山路 这座被遗忘的村庄里也充满了各种人性的自私 男主说过的最动人的情况可能就是 我就喜欢对你好 我就喜欢照顾你 欠你的钱我会还 用一辈子来还 男主的那股酣静我特别喜欢 绝对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女主遇到男主 就像是一股阳光照进了她的生活 从前她不愿出门 不愿收拾自己 但是后来她会去金色的麦田 她会穿肃静的衣服 她甚至会去海山 女主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台词 可是饰演女主的演员 演技很高 没有语言 她的眼神和动作反而能更突出 很久之前 她的眼神空洞 和男主在一起之后 她的眼睛里有了笑意 动作也越来越像是一个19岁的少女 其实女主的年龄只有19岁 但是前妻灰安的生活 使得远远高于这个年龄很多 男主的演技 也演出了汉子的柔情和气概 我的女人不能打不能动 男主出来保护女主的时候 总会有这种感觉出现 但是这样一个有着男儿血型的人 也曾流下眼泪 见到父亲时 他满面灰尘 但是还是忍不住哭了 泪水里带着内疚和无奈 不能保护好心爱的女人那份自责 不过在剧情上多次落入俗套 尤其是影片结尾 男主追着车跑 跌倒的那个画面 其实还略有尴尬的 为了实现拍摄画面的美感 设置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男主车的那一段 其实是完全不符合男主性格的 男主虽然是爱着女主 但显然是那种具有大情怀的人 显然他追车不仅仅是不想让女主离开 其实是想让女主给他一个解释 因为从头到尾 其实他都认为女主是为了救她 才做的傻事吧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言时光